所以胖子會常常使用 有喜感作為一個... 對 因為其實那是一個保護色 然後你又希望說 大家不要因為外型討厭你 會喜歡跟你相處在一起 然後你就會裝沒事 但大家是對你的那個 一些動作他們都覺得很好笑 大家都覺得胖子沒有脾氣 但那只是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沒有發脾氣的權利 所以例如說 每次東西吃不完 就往你的抽屜丟 然後就覺得你會把它吃完 但你根本就不可能吃它們 但你還是要覺得好好笑 你有沒有吃 多少有一點嗎 原來是很完整 整隻雞腿不吃一半 對 如果不完整的話 就是大家都覺得胖子 好像不是吃不飽 然後他們會用那個立可白 一直在你的桌子上 幫你寫什麼大口袋滋味 吸筆滴的味什麼 就寫很多 那你就要慢慢在那邊摳... 可是你又要覺得... 是一邊哭 一邊摳嗎 是沒有到哭 可是你內心會受傷 但又要裝沒事 因為像我其實在念中學 還是小學的時候 然後就完完全全不敢 跟大家一起上運動課 因為那時候其實胖的時候 然後身體會很多墜肉 然後你有什麼舉動的時候 然後你穿一件T恤的時候 大家看到會覺得說 你根本就是一個... 怎麼說 我覺得有一點被大家 看成是一個怪物 然後而且就是在運動的時候 也不會... 如果老師說要分組 然後你永遠都是那個落單的 對 可是那時候他們都不會都講說 就是你很有律動之類 我也還好 因為那時候我不敢動 因為我一直被稱讚 很有律動之類 因為我拍的是我不敢動 你是靈活的胖子是不是 就明明不會跳 然後他們就覺得 你好像有延遲的感覺 就是肉圍的感覺 對 有人送你香水 誰 我的第一瓶香水 我也是在14歲的時候收到 然後是我自己的姐姐 姐姐送你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東南亞長大 然後又很熱 然後就變成說胖子排汗量 會比正常人來得更多 然後他就嫌我臭 有時候通車的時候 如果我坐他旁邊 他都會盡量的就是離我很遠 然後到我14歲生日的時候 我記得他送了我一瓶香水 然後他就說 以後你跟我出門的時候 你最好噴了再出門 那你真的有噴嗎 我有啊 我很乖 我有真的噴人在出門 應該不太喜歡香水這個東西 我現在其實還好 你現在聞到那個當時的味道 會不會覺得 不要再回到當時的體重 其實會耶 而且我們那時候校服 很多數都是白色 然後回去看的時候 領子還有可能腋蝦什麼 都是黃黃的 我很好奇 他們兩位是怎麼剪下來的 我想聽聽看 滿有意思的 不給你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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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所不用其極 就是很多吃過最可怕的一件事 應該就是吃那個蟲卵吧 你有吃過蟲卵嗎 有吃過 吃過啊 醫生你有聽過蟲卵這個節目 聽過... 因為甚至網路上都有在賣啊 但是後來發覺說 然後那個根本沒有蟲啊 是大便 糞水 對...是這樣子 所以它如果吃下去 感覺到噁心 也是會吐 然後剪... 對 拉跟吐對不對 可是就是很奇怪的是 因為它就是一顆嘛 然後呢 就說從非洲來什麼吸脂蟲 吸掉你的脂肪的蟲 然後你就吃下去之後 你就會覺得 肚子好像有東西在動 而且會腳痛 對 然後... 你也吃過 它是卸藥吧 可是上廁所真的會有油 所以可能是真的蟲嗎 不是 它是... 我不知道你買了是不是 它是有點像膠囊 然後它把它裝在裡面的 罐子裡面 它說裡面是軟 你見過那個東西 我是看過有是一小瓶 裡面好像有水在裡面 然後還有雜質在上面 就是髒髒的那種感覺 那是拿來打開整堆... 你被下骨了 然後還有試過另外一種 也是從什麼泰國人家 幫忙買回來 減肥藥 減肥藥 然後最奇怪的是他說吃完 然後一定要半個小時之內 要喝兩瓶可樂 可樂不是又變胖 對啊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可是它... 沒有 可是它真的一個禮拜五公斤 就像剛剛有哥剛剛講的 就是可樂那麼胖 喝了都瘦了 那不喝呢 結果我就第一天試著不喝 一不喝 半個小時一到 馬上昏倒 在路上 可能是因為它利用那個可樂 裡面的一些葡萄糖 讓它血糖上升一點點 免得降得太低啦 但是這種來路不明的藥 事實上吃了以後都出問題 像泰國來的那些很多的是什麼 安非他命 但我真的瘦很多 對...那有效啊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你會事先燃燒裡面 來儲存熱量 還是也會上癮吧 對 會成癮症 那一旦不吃以後整個... 第二天 第三天整個都軟趴趴的 塌掉了 所以我害你最知道啊 不...不行... 因為安非他命要你命 所以這個不要開玩笑 好不好 蕭主持人 為什麼不用這些方法 為什麼要用絕食 那我不就又是走回頭路嗎 是 妳要避開這些 當然 你就是... 我完全的想要瘦 但是我就一定要想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瘦 可是完全不吃 然後靠躺在床上不動 沒有 就是我其實... 其實我也沒有都躺在床上不動 然後我也不是只有完全的喝水 其實那時候我有喝無糖豆漿 對啦 這講到重點了嘛 我剛剛就不相信妳只有喝水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但是我可能就是我媽媽可能說 可能一天可能會煮 大概一點點這樣子的無糖豆漿 前面三個月 我第一個月我就瘦了8公斤 然後第二個月我就瘦了12公斤 然後我從80公斤我大概... 花了四...五個月吧 五個月的時間我瘦到了55公斤 可是55公斤就停住了 就完完全全停住 它就再也不動了 然後後來就是我有去打那個... 不是太拳 就是其實它那個... 有氧拳擊 也不像有氧拳擊 就是其實我的教練 他真的是打拳擊的 但是他只是利用那樣子的一個動作 然後完了之後讓我來做瘦身 對 那我每天到他那個... 就是到他的那個工作室的時候 然後我每天就會先跑五公里的 那個跑步機 每天五公里 對 先跑五公里的跑步機 然後完了之後他還告訴你就是說 沒有吃東西可以跑五公里嗎 沒有 那個時候他... 那個時候我是沒有吃東西 我一剛開始去的時候 我是沒有吃東西的 我就是一樣就是喝豆漿啊 喝水啊 然後吃水煮的青菜 完全沒有任何的油脂那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去... 然後跑... 他就開始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會一直往後退 然後有一次就是差點滾下來 然後他把我頂住了 然後趕快把那個跑步機按掉 然後他就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你都沒有吃飯嗎 你整個臉發白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吃 我真的沒有吃 然後他就說你為什麼不吃 你現在已經選擇要利用運動 來做減肥的方式的話 你是用一個健康的方式 在減肥的話 你為什麼你不要吃東西 其實你應該要吃 然後我再來做運動 其實這是最正確的方式 來做一個減肥 蕭淑勝他的做法是先少吃嘛 對不對 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增加運動量 基本上這樣是對的啦 但是我覺得他做得太複雜了 而且太極端了 你要講運動的話 其實幹嘛這麼複雜 你就是到操場去快走 對不對 或者慢跑 其實腳踏車都可以嘛 對不對 目的就是 為了訓練肌肉量嘛 對不對 佑明就知道嘛 肌肉量一旦大起來 你代謝就會變好了 對不對 我常講一句話嘛 其實你就算沒時間運動對不對 你站起來就可以啦 對不對 站起來 就站著 增加站著時間就可以 一直站著不動嗎 對 一直站著 雙手 或者晃一下 都可以 你說老人家的... 可是什麼就是 可是像我這種懶到這種 就是如果有得坐 我一定不會站 有得躺 我一定不會坐 我跟你們講一個例子好了 康勇 你最有文學造語對不對 美國有一個文學家叫... 就是... 海明威 對吧 你也想太巧了 我會有一些作... 作樂門的人類 海明威這樣... 海明威的生活習慣很糟糕耶 他是一個老煙槍耶 然後呢 他又不愛運動 然後臉花而草 對不對 然後他還中風過一次 有一次在海調的時候 還中風過一次 那你知道海明威什麼 中風以後 他四肢還能完全康復 而且整天淹不離手 還沒有得肺癌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不是 他是站著寫作 他站著寫作 還沒有是站著打字的耶 所以人家現在醫學研究就是說 如果你每天多站三個小時 你可以延長兩年的壽命 那我應該可以活很久喔 對 沒錯 對啊 我一直站著喔 不要給我一次 可是這麼空虛的生命 為什麼... 就是讓肌肉能夠收縮 因為站著的時候 你的大塊... 腿部的肌肉是最大塊的 可是站太久不是會靜脈曲張什麼 那是因為你本身 有靜脈曲張的問題嘛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穿那個緊身襪就可以 彈性襪就好 懂嗎 但是還是盡量脫衫 你知道我再跟你們講一個 國外最近研究的報告 世界衛生組織是不是建議大家說 每天要運動 對吧 很多這個專家來跟你們說 起碼三天嘛 對...最好是五天 每天三十分鐘 一個禮拜一百五十分鐘對不對 我告訴你好不好 2012年出現一篇論文 他說即便你每天都這樣運動對不對 你只要運動完以後 就像這樣坐著 坐一整天 我告訴你喔 你身上的胰島素抗心 跟那個慢性炎症 還是一樣很高 還是容易得慢性病 還是壽命短 為什麼 代表什麼 那代表說你運動完以後 你要多站一站 如果運動完以後 你就坐著 對不起 運動對你沒什麼好幫助 你跟誰道歉... 那你... 跟那些運動完就坐著了 所以就是跟大家講說 能夠多站一站 就盡量站起來 就這麼簡單 所以運動完即時很累 還是要先站著 那如果不運動 我們可是一直站著 也有幫助 希望你同舉著力力 小偉仔當從展現好身材 你不是有一招是 說用屁股走路嗎 對 就是磨屁股 因為肌肉會緊實 因為屁股上去扭 肌肉會縮縮 它就會緊 那比如東方的密身 屁股都催起來了 你會覺得老了以後 因為生過小孩以後對不對 不知道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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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很好 身材不錯... 裡面有穿緊繩的衣服